春节最应景的摆饰要算是银柳了 这红色的花苞偶尔又探出了银白花心 在台语谐音叫做银两 可以说是相当讨喜 而台湾最大的银柳产地就在宜兰的三星乡 现在到三星乡可以欣赏到一整片银柳迎风摇曳的美丽景象 而为了延续这份美丽 一位顶着硕士学历的农家子弟 不惜放下了电脑工程师的高薪 回到家乡接棒种起了银柳 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银柳田 错落在三星乡 越接近山区天宋皮一带 密度就越高 常年湿润的气候 提供了银柳绝佳的生长环境 我这间不达到这里了 手会不会酸 酸没有办法 要减实掉好了 是银柳漂亮还是你们比较漂亮啊 当然是银柳漂亮啊 点点的花苞在枝头阵放 越是红艳 农人的嘴笑得越开 十二月到隔年二月是采收高峰 一支支轻盈笔直 高达180的银柳条 在树叶落尽露出细菁 更增添无感美 但采收银柳是个相当辛苦的工作 头要抬得高 手还要够力 才能顺利将枝条剪下来 蛮累的啊 因为你要剪一天的话 这个手都会很痛 因为它一直靠这个手腕的力量 所以一开始没剪过人 其实剪了一天就受不了了 阿龙算给我们听 他说平均一甲地 种上两万一千颗银柳 每颗又会有十根分支 这样就要使用二十一万刺剪刀 要是一般人工作个半天 手已经长满水泡 而它是从国中就开始帮忙 一直到四年前正式下填 这个时候采收主要是因为 过年期间这时候是 大量比较多 销量比较大的时候 不然它其实可以撑到 过年后还可以 在填里面 四十岁的阿龙和老婆 都是城市设计师 两人年薪都有近百万 但因为父母年迈 只好放下台北工作 回家接棒 一开始最不能适应的就是 都市生活八点起床就好 但在乡下 五点就已经要在填里面 以前是一纸成功 现在是必利大考验 在月子其实很累 因为手要一直举 都要举一整天 然后举好几天 买回家的银柳条 在填里其实是长满树叶 采收前得要把树叶拔干净 处理衣甲地 就要动手210万次 所以这一个高度手工的产业 已经极少有心血 愿意加入 教授一开始听到说 我后面要回来的话 他其实是蛮傻眼的 因为他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念完研究所之后 你就想回去种田 他觉得说 这样感觉上落差是蛮大的 爸妈年纪也大了 接下来这些都是蛮耗劳力的 因为这些把我们养大 所以也舍不得丢弃 所以就回来接了 尽管念了电资和资管双硕士 但阿龙认为 念书只是一项工具 并不是因此就要被绑住 从事相关行业 所以不顾外界眼光 硬是斩断台北的一切 回乡当起职业农夫 从过种到摘心 分支再到施肥 采收分集 循着附近的步伐 也加入自己的观察 分叉的话就是像这一种的 它会一分为二或是一分为三 主要外销在做的都是分叉这一种的 这个比较好奇啊 对 因为东南亚的那些华人 他们比较喜欢这一类型的 可能就插个两三只 就可以看起来就很过分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营柳 他利用专长架设网页 想带领农田走向农场 让大家更亲近这个 全台独有的景致 通常花抱越大是越好 而且越红越好 环绕山区将近三十甲 全台95%的银柳种植 全都集中在三星乡的天宋皮 这里是银柳的故乡 但确实很少人知道 这里通常是雨下的比较多 所以银柳又称水流 所以说它比较适合在湿润的地方生长 然后气候又不能太热 对 所以说才会银柳产地 95%都集中在三星 生长特性越接近岁末 花苞越是红艳 绿色的天宋皮就像是穿上了红色衣裳 准备迎接新的一年 这里种银柳历史大概有二十几年左右 大陆那边也开始大量在做种植的动作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主要的优势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品质 会比大陆那边好 好在于就是我们的花包会比较大又圆 然后另外我们会有比较多分叉的 它们那边大部分都是没有分叉的 台湾银柳七成产量都是外销 因为人工照顾得好 特别受到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香港欢迎 过年时 他们喜欢将银柳放在门外 好绑上红包 比起台湾只当成花艺摆设 更有年味 但台湾人喜欢它 更因为有个陶喜的名字 闽南语叫它银柳 银两的意思 所以有的老人家特别喜欢 就是他拿这个东西 他不要你说它是银柳 他要说你这是银柳 就用闽南语讲就对了 阿龙说中国量大采取低价竞争 逼得他们品质好 却被迫压低价格 因此接手后致力转向内销 像是只有膝盖高的迷你品种 他就非常推荐 挖起来之后我们会放到一个小盆子里面 然后这个小盆子可能就是一些 陶瓷的很漂亮的小盆子 然后这些盆子就可以直接摆在办公桌 或是家里的桌上 两个双硕士几乎是银柳农理 学历最突出的阿龙 现在他的梦想就是 让大家到天颂皮 欣赏得天独厚的银柳田 让银朗在台湾扎根 创造美丽产业的另外一个春天 谢谢大家